新闻股市 传逐趋势 转握理财脉动 大家一起发发发 欢迎收听财经一路发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 听众朋友我是阮木华 全球股市的大震荡 真的最近被颠的 是七晕八速的 好像是坐云霄飞车一样 这Rollercoaster 上去又下来 下去又上去 美国股市真的是超级疯狂的 而在圣诞业 创下历史上最惨的圣诞业行情 才开盘半天 美股全部三大指数 包括费半指数 四大指数全面重挫 使得包括了标普 以及纳查克指数 都先后的进入到了熊市 那Dowjones只差了个位数点数 进入熊市 结果休市一天之后 圣诞节次日 就昨天晚上到七天清晨 很多人一觉醒来 可能吓一跳 美国股市怎么这么疯狂 涨这么多大反弹 这个标普涨幅高达5% Dowjones涨了1086点 这涨幅也高达5% 纳查克大涨了361点 涨幅高达5.84% 将近6% 你相信吗 这个一觉醒来 真的就不知道 是精细是何系了 但这是真的 然后另外油价大涨10% 我没看过这样的疯狂行情的 真的超疯狂的 所以这样的行情也促使了 今天台股出现了明显的反弹 不过这个反弹 麻烦的是 怎么弹就没量 今天的加权指数 集中交易场成交量 还是不到1000亿 好像大家都不相信 这个盘会弹起来一样 今天成交量只有813亿 指数来到9641点 虽然弹起来 但是今天的收盘位置 没过时日线 更不要讲月线跟季线的反压 还在上面 时日线今天以上影线的方式 点到之后就下来 显示这个盘势 这个弹上去 没量的情况之下 的确是很多人不相信会弹的 那到底是真的要弹 还是美国股市也是一日行情 我们今天这个关键时刻 这个关键时刻 我们请到了资深证券分析师 杜金龙杜大哥 到我们节目现场 杜大哥来的真巧 一个月来一次 每一次来都是关键时刻就对了 杜大哥你好 木瓜兄你好 这位群众大家好 杜大哥昨天晚上应该没有熬夜了 没有没有 因为昨天是到一个地方去演讲 所以演讲完很累就对了 晚上就呼呼大睡 结果一早醒来有没有吓一跳 说美国股市怎么涨这么多 我基本上我还以为我看错了你知道 我一早起来我就拿手机看啊 看那个收盘行情啊 我以为我那个手机错乱了 你知道数字错乱 怎么会涨一千点到这种是涨一千点 我记得我昨天晚上三点起来看的时候是涨两百多点 早上起来 他是尾盘拉的 对对对 尾盘最后拉上来 所以刚才来那个录音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就传一个资料给我嘛 就是说2018年的资产配置 那个报酬率最高嘛 他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说最近的行情就很简单嘛 川普讲什么 你就跟着他做就对了 所以川普在圣诞节叫你没买股票你就买 真的耶 对对对 川普那时候联储的时候说 你要去买美股换工A股 那A股今年跌了24%嘛 川普说油价会跌 真的会跌啊 因为从74块跌到42块嘛 所以昨天油价才大涨嘛 因为油价跌满身的啦 所以对啊跟你讲这个 对啊 川普是大神耶 对对啊 他是说你跟着川普做就好 他讲什么你就跟他做啊 跟他做 而且不要那个逆势 对 这个是一个开玩笑的 我记得油价跌到50块的时候 对 美油啊 WTI跌到50块的时候 他还讲说跌不够多 对 希望还能再低一点 对啊 就跌到42块嘛 跌到42块嘛 跌到42块嘛 你想嘛 那个油价从147跌到24 强定反弹到70几嘛 对 一路跌下来 本来就是说 我们在估那个2019年 比较好的商品 其中一个就是油价嘛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今年已经腰斩了嘛 所以他随时都有 那A股也是一样 这是那个 刚才传给我 但是我想说 这很有道理啊 这一种 以他讲的话 都都都会有一个实现的东西嘛 川普真的是股市金融资产的超级大神就对了 因为他总统嘛 我们要拜一下他 这个是一个 所以来讲的话 今年快剩下一天嘛 国外剩下两天嘛 明天封关 今天是摩台子接算 那台股来讲 大概今年 到今天就跌了9.4嘛 跟会伴一样 会伴跌了9.7 那那个NASDAQ跌了5%嘛 那道琼跌了7% 标普跌了7% 那日股的话跌了11% 大陆跌了最多了24% 上阵是不是 上阵中和大概有 所以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台股跌了9点多 其实我们大概从民国100年以后 台股那一年跌21% 在我们大概台股每次空投的话 大概都跌10% 就这几年民国80 104年也大概跌10% 那涨的话也大概都涨10% 两年前是涨10% 7年是涨15% 所以来讲 其实从民国100年以后 台股其实波动幅度 都是在正负10% 就是说我们台股大概 也不知道怎样 不像以前有涨得非常多 的一个报酬率 就像说 刚才跟沐樊讲的 就是说我们今天剩下 明天剩下最后一天嘛 那2019年的话 我们红8大概都跌的 级率比较多嘛 所以今年大概跌了将近10% 那红9 我大概刚才有跟你讲一下 说我们念一下书记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民国58年 大盘涨了3.2 所谓大盘涨就是年底跟年底比较 那民国68年涨也是涨了3.2 那民国78年涨了88% 非常好 那民国88年 那低是上万年的时候 民国88年涨了31% 民国98年涨了78% 所以台股红9 2019的话 你看到这47 57年来有两次大涨 有三次小涨 所以来讲的话 假如说夸到明年的话 我们涨的激励 有没有 57年来 大概按照那个统计资料里面 有五次多涨 红9不错 红9不错 可是红0大概 有两次崩盘 就是说民国109年2月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大概有一个比较不好 那红8今年2018 大概这几次都跌 后来你看到我们今年在10月份 以前大盘都还涨 10月11号以后 整个大盘跌下来 直到今天跌9% 所以红8会跌 这个我们统计这个所谓的股市 10年期周期 有时候这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去抓一下 那所谓明年会涨的话 就是很简单 股票市场就是一个东西 激起低的话 跌升就会上涨 就像说 如果说明年的话 大陆股票市场 今年跌24% 明年就比较有机会 油价大跌 那今年 明年如果说你是终极回档 不是ABC的空头市场 当然你从70几块跌到42块 就比较容易反弹 就是说我们还是回到我们 去分析说 如果我们这一次跌到9400 是一个终极回档的底部 或是你ABC的B波 A波 明年B波再来C波 这是我们大概快要结束今年的话 大家可以去探讨的 这个是今天我们要请杜大哥 好好来帮我们探讨的这个主题 就是说 今年的低点是9400点 这个9400点到底是什么样的形态 这个等一下我们来谈 但杜大哥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 明年看好的枝坎就是今年跌升的 所以第一个石油 大家可以去注意 今天原石油 那个ETF 今天大涨了6% 所以它怎么跌下来 它就怎么上去 包括像Dow Jones 在圣诞节次日 就是今天清晨收盘涨1000点 这1000点是创下史上 Dow Jones最大的涨点 道琼100多年历史 没有一个交易日 曾经像今天出现过这么大的涨点 所以我们都是在见证历史 另外就是A股跌多了 明年也有上涨的机会 所以我们常讲 其实就是物极必反的道理 A股这个东西 大家回想一下 我们民国81年的样子 我们不是台股加入MSCI 晚以后我们经过多少年才大涨 一家三年 就是说我们晚以后 民国85年晚以后 第一次总统选举完以后 大盘那时候 盘总完以后 这个摩根概念股 其实几档 台股就红行这个 那你看两年前不是A股纳入 这个所谓MSCI 那这两年都跌啊 而且跌得更严重 不像我们大概两年前说 这个A股进去完以后 是一个大利多 直到今天它还是快要 岌岌可危嘛 对这个 所以如果说明年第三年的话 它可能就会有比较有空间 就是加三年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探讨 刚刚杜大哥讲的这种关键了 就是9400点到底它是什么形态 那杜大哥我知道 因为您是技术分析大师 您在做技术分析的时候 会考虑到经济总经环境 跟那个个经的情况吗 都会 我都会有 因为一般我在分析股市的话 就会把总体经济指标 大概扫描一次 那我们这里面有 在技术分析 我也会去弄几个指标啦 像说年金量 AKD 我们等一下谈这个东西 那总经里面我们大概都会用GDP啦 另外来讲就是把那个股市周期循环 那个景气对着新浪 把它稍微看一下 那我们先讲一个总体来讲 是说像目前来讲 我们的出口外销订单都 因为今年机器比较高嘛 所以从10月份开始户的 可是在台股里面有时候是 你当年的出口好 那年的股市不一定会涨 像今年有没有 出口我们还是正的嘛 可是大盘跌48嘛 那有时候你是那一年 你刚好是你的这个出口 然后是外销订单是负的 股市主底 假设说我预测明年 二月份是我们的一个低档 按完以后 你收盘的话是收高嘛 就明年是先蹲后跳的话 那你在你的总体指标里面是不好 可是股票市场年底收的话 还是收高 我们一般来讲 大概总体指标里面 我们会把它倒过来看 还有所谓我们经常 在这边讲的上市公司的获利嘛 因为年三年基期高嘛 那今年的话 我在这边讲过 大概明年的上市公司的获利 大概目前外资都看 大概成长2%到3%嘛 微幅成长 对那今年大概是5%到6%左右 那有的资料搞不好 是明年的上市公司的获利是负的 那这样的话 你在总金跟上市公司的获利都是不好嘛 就是我们大概 目前可以掌握得到 这是我们大概要 那再来我们大概 技术面的话 我们可以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今年的 虽然说那天我们的缩购盘的成交量 礼拜六 最后一次的 大概387亿 比两年前的400多亿来的低 那在我们技术温馨里面 有最低量有最低价 所以那个10月27号的9400 有可能在大概90天贸易战争的时候 这一段还会在车这个9400破底 所以有最低量就有最低价 这是比较不好 可是有一个比较 可是礼拜六那天是独门开市 对对可是我们技术温馨也是一样 也是也有礼拜六 就是说我们技术温馨不管你是独门 或是你是几个小时 就像两年前也有弹性上班 可是那就是400多亿 那你这一次最低 所以你最低量有最低价 就是里面的 另外比较好的话是说 我们今年快要结束了 所以我们今年的年金量 大概1300多亿 那台股里面这57年来 有两次都1300多亿 第一次在民国86年 那时候当年民国86年1300多亿的话 那时候最高价是10256 后来他穿那个1300亿的年金量 是当时最大的年金量 我们把它称为叫攻击量 后来10256蹲下跌到52 他两年后串新高到10393 就是说我有串新的新天量 完以后我的天价两年后看到 那在民国96年的时候 我们第二次串年金量1300多亿 那时候97年我们的最高价是9859 那他完以后他隔年98年 串9308的次高点 他没有串那个9859 完以后他再次隔年 串次高点 完以后就中错 那我们这一次是第三次 1300亿 有没有我们今天最高点是11270 11270完以后快要结束了 所以来讲的话 你这个1300亿是第三次出现这个攻击量 所以民国86年96年 现在107年 那你这个107年结束完以后 你现在11270蹲下来 现在蹲到9400 当时民国86年是蹲到542嘛 那你加2800点 假设说我们明年我们蹲到某一个点数 就是像我在外面讲很多 新城市经常讲9108 那有的我们现在 报章杂志很多人都说 8500的10年线的位置 那这样你假设说明年2月 你是有一个低点完以后 你会串一个次高点或是一个新高 因为你出现了1300亿的一个攻击量 就是说我们用年金量的长线的角度去看 这个所谓的1300亿 他第一次是两年后出现新高 第二次是隔年出现次高 那我们现在是第三次 那是第三次我们认为 你明年108年我们刚才有讲 说那个108年2019红酒都比较容易长 那我们2029大概都会有重挫 那如果说你在109年的2月 出现了一个最高点在崩盘 这是就比照我们大概民国86年的一个历史 所以在那个上个礼拜六 那个最小量的时候 我在我的脸书就有写这个碎篇文章 就是说最小量它代表说 这个最低点会再来测 那大概百债二月 那1300亿的年金量 它有可能告诉我们 天量有添加嘛 它大概未来明年或是后年的二月 有一个高点 大概是用这个量来 详细我们这个盘式 好 今年的最高点是1月270 就刚刚杜大哥想说 1月273了 对对 1月底的时候 我说算一下 然后最低点呢 是940 10月26 刚刚好就是9400点 对对对 这个不差 一点都不差 就9400 对啊 所以说从1月270到9400 我们整个波段下跌是1870点 对对 1870点 这个跌点不能算少 但是呢相对因为位置高 所以它的那个波动幅度 也没有说非常的大 对对对 这样全年从年初到现在 大盘大概是跌10% 集中交易产 然后贵买大概是跌14%左右 大概是一个大轮过 我们知道 那当杜大哥讲说 上个礼拜六 因为我们是补价的关系 对最后一次 所以呢当天出现300多亿的量 虽然说是独门开市 但是还是在技术分析上 是有它的意义 对对对 所以我们在出现新低量的情况之下 大盘会出现新低价 在技术分析上面 所以9400点 有可能会再去测一次 对对 那9400点 如果有可能会再测一次的话 刚刚杜大哥讲说 比较有可能的时间点是农历年后 二月份的时候 二月份 对对 这个因为二月份正好跨农历年 对对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在农历年前后 可能大盘还有一次 比较明显的下压 对不对 对对对 杜大哥是这样子 因为我一直把这一次的盘市 跟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的盘市 把它对在一起 很像是不是 非常像 而且差两天 他就是从8月一直跌 你看大家看那个大理官 就两年前 有没有 八月份开始跌嘛 跌到现在 那他在那时候的12月5号是第四次立委选举 后来也波段就一直追杀 追杀到2月5号 隔年的2月5号才落底 落底就是说晚以后542就开始谈上来 谈到10393 这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亚洲金融风暴的一个左视图 那我们这一次也是一样啊 我们从7年的8月份 我们的瓶盖股 是一直跌嘛 红海就是八月 红海 这个只有台积电也没有跌下来 所以让我们的这个左视图 跟当年的左视图稍微不一样 那在那个财新专卓刊这一期 我也在那边有访问过 我大概有大概四篇的文章 其中 那他大概跌到明年的2月5号 这个这个地点 2月5号 明年 因为我们明年过年是2月4号 当年也是一样 2月5号 就是过年 1月31号就封关了 对对对 可是当年我记得当年那时候 亚洲金融风暴得到2月5号的时候 我那时候回台南 回台北因为我们做自营嘛 在开车开到升港的话 在收音机里面就传出来 我们政府要用金融营业税 从5%降到2% 还有存款准备力 开盘 从5%降到民国89元 选总统 涨到10393嘛 就是 那我们为什么会推明年的2月 是说因为贸易战争90天嘛 像今天中午 我还跑到陈品书记去买那个 马英九总统 执政8年 回忆录 想说后天换假4天 好好我去把它看一下 我刚才有去看一下 那个振手税啦 还有那个马丸斗针啦 还有那个太阳花血印嘛 因为我们都是被楼拎过的 所以花了700 600多块很贵 那完以后大概明天休假 完以后把它看完 就是很快 有时候你可以在书店看啦 可是我习惯是说 晚上书 书几都关门啦 不跟那盆展的话 反正感不好全部书店都要关掉 所以那个下午赶快 我去三次的都还没有出版 那今天中午去 欸有了 就赶快就跟他买一套 超佛系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 每天在这个股票市场 事后我们都知道怎么结论嘛 可是有时候 那些什么政策 我们都是后来才听人家讲嘛 去看一下说 当下都不知道 对 而且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当下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见完之来嘛 这是大概 那另外我们推说 明年为什么会二月份 大家回想一下 明年二月的假期非常长 对 所以来讲 上市公司的营收一定不好 没错 因为你长假期嘛 那你的贸易战争又摆在 90天嘛 3月1号 3月1号嘛 那中间华为是二月嘛 所以来讲的话 你大阪目前是在这边 弄到这个所谓的9400 9400也不上不下嘛 因为我们在技术温馨的话 我们上次有讲 就是说我们今年最低点是10189 最高点是那个11270嘛 扣掉就是差1018嘛 那你跌破10189的话 扣测量等五垂之计 答案就9108嘛 那如果加上去 11270加1018 答案就是12351嘛 所以我们大概低点白9108 就不像说很多人讲9500 8500的 就是说杜大哥没有看得这么悲观 对对对对 一般 呃现在目前都8500嘛 蛮多头顾看得蛮悲观的 都8500嘛 就是一些证券头顾哦 对 看到说包括10年限啊 甚至有人看到8200更低哦 对对对 10年限的8500点 对对 但杜大哥讲说呢 呃基本上用2月的那个低点 对对 呃一万零一百八十点 然后来去等幅测1270 算下来大概应该是9100多点 对对对 所以说杜大哥看 如果说2月去测9400点的话 有可能低点会见到9100点 对 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资争的 证券分析师 技术派大师杜金龙杜大哥 那听众朋友 听杜大哥上我们广播节目啊 我建议大家最好要把那个K线图备好 就是你的那个电脑 最最好放在那边 因为杜大哥都在讲一些 呃这个线型的部分 包括讲 可能都讲到那个亚洲金融风暴 就台股57年来的整个历史啊 杜大哥都了然于胸 所以呢 你就可以去对照那个K线去看 你这样就听得更清楚了 比如说刚刚讲什么10256啦 这些数字啊 你对照看你就会很清楚 所以说建议大家可以把电脑放在旁边 一边听一边对照一下 好那 今天 这个旗子涨更多 我们刚讲集中交易上涨162点 旗子收盘是涨180点 今天旗子收9633 成交124000口 期货今天刻意拉上来主要是外资在拉台 因为外资今天大台买了将近7000口 小台买了8000多口 所以说呢 外资今天光是期货买超的总金额高达133亿 那外资为什么今天买那么多 因为今天是摩台纸结算 所以今天有拉高结算的情况 另外外资也结束了 这个连续的在集中交易产的卖超 今天买超了76亿 所以三大法人合计买了87亿 另外贵买外资今天买了4.6亿 三大法人合计买了6.58亿 主要就冲着这个美股大反弹而来 不过跟听众朋友报告 现在目前的电子盘美股出现大跌 现在目前的电子盘 纳萨克跌了1.87% S&P500指数跌了1.55% 小罗素跌了1.54% 小道琼跌了1.57% 所以说呢 美国的各大电子盘 跌幅都在1.5%以上 另外大涨10%的清源油 现在目前跌幅是2.3% 所以刚刚杜大哥讲说 这个指数有可能再去探9400点 甚至更低 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要以为说今天一天反弹之后 这个全天下就太平了 现在目前的台子期盘后 现在下跌了36点 也是明显的往下压的一个走势 好那我们就继续来请教杜大哥 那杜大哥你刚刚讲说 2月见低点之后 那从2月一直到明年底的行情 会怎么走呢 我先讲今天那个大涨完以后 你可以看到那个 大陆股票市场也是说黑啊 对大陆没有谈起来 没错 而且蓝蓝也没有 只有因为日本股票市场 昨天稍微有大跌的关系 昨天大跌千点 所以来讲的话 我们台股本来就是说 我们后来因为拉台积电 所以才涨幅比较那么大 而且像我们这一种盘的话 就是说你跌了 美国股票市场大概跌五天的 大概都是3%3%这样 你才强劲反弹一千多点 那在我们技术分析里面就是叫做说 你在走空的话叫反慢性盘跌几涨 那这一种那这个是在民国79年 那时候台湾股票市场 进入空头市场都是这样 所以今天早上起来看一下 我们台股还是相对比较好 如果不然的话 你应该要跟大陆股票市场一样 有没有开高一路看下 因为你那时候 美国股票市场在大跌的时候 我们都没跌 人家跌的12月份 跌的将近12%左右 25% 我们大概跌的5%左右 相对你少跌就不能涨 所以抗跌就抗涨 对对对 那再回过刚才木华熊问我 就是说我们在分析盘式很简单 大家用那个春跟夏淫区说 东藏这一种季节性的盘式 来摆这个高低点 就是说你认为今年是走多 你就把低点摆在元旦附近 那晚又中秋最高 晚又当年收高点 那如果说你认为今年是空头 你就摆我们大概都二月高点 我们好多的年度都二月 那我们今年是1月23号 那很标准 今年就空头年 那你摆在中秋 我们10月27号26号是最低嘛 9000市嘛 所以想说这几天好像要破9000市 尤其像昨天有没有 也没有 所以在空头年的话 那我们一般来讲 在今年10月份以前 大家都还不认为今年是空头年嘛 因为那时候大阪都是在 1万500点的上面嘛 还在撑啦 10月11号晚以后破线晚以后 才大家认为这个怎么 五条金线通通破 而且连线向下转折嘛 那我刚才有跟大家报告说 连线向下转折 没有错是空头市场 可是空头市场有三个 小回檔9%左右 中级回檔23% 崩盘54%嘛 那我们因为这一波没有涨很多 所以不会崩盘 那就小回檔已经满足了 因为小回檔如果是9% 应该会跌到9500 我们跌到9400 那如果中级回檔要跌到7500 我们目前没有直到9400嘛 可是我个人认为 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回檔 比较像亚洲金融红爆 亚洲金融红爆 他是从10256砍了一半 到5542才回马枪到10393嘛 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样 从11270假设说 如果昨天在某一个机构演讲的话 我就认为他摆在明年的2月 那个1Q啦 是到9108 是310 按完以后慢慢的涨 那我们因为 我有统计一个资料叫做 4年的总统决级行情 总民国85年 89 93 97 103 100 这个每个4年都有 那我们结论 就是说我们每次总统决级的话 大概都有46天的前后 有的50天的一个行情 大概都会涨26%到差不多三成附近 这么多啊 对这么多 40天可以涨三成啊 对对 就很凶悍啊 有时候是摆在选总统前 有时候摆在选总统后 OK 有的是摆在中间 所以过去4次总统大选 6次 6次 每一次都有三成左右 有三成左右 那但是有可能出现选前 选后 这个是我们投资人也要去猜的 OKOK 可是我们来讲的话 你至少有三成的一个涨污嘛 所以我们就规划 明年假设说 后年的109年的一夜选总统嘛 那边是摆一个高点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 我们非常像亚洲金融红报那个图 因为他也是民国89年 涨到10393嘛 那是我这一辈子 操判里面最好 最得意的那一年 赚最多 赚最多 而且我现在退休完以后 还稍微比较轻松一下 是那年就已经有分 给我退休金了嘛 那这一次今年4月的话 是第二次领退休金嘛 就是所以来讲 后年的109年的2月是 我们投资的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假设说我们现在 规划的点数是说 在明年的2月大概是9108 那慢慢突突突突突 108年是一个比较好 那高点的话就是巴威特比例的两倍 11970 他完以后回党 在总统选举前40天再涨一波 涨到12351 那在109年的2月 完以后结束这一波 开始进入ABC的空投 那空投的话就像 大家现在很多人讲的就是 回到8500的10年线 或是回到20年线的7500 因为我们每次一个大空投完以后 大概都会跌ABC嘛 像我们第5循环跌到341 第6大循环跌到3955 那我个人都认为 我们目前是属于第7大循环 那第7大循环要跌到哪边 它回党的幅度是109年2月 跌到109年的10月 刚好从3955到那边 是144个月的回波兰西的转折点 那有很多人说 这个礼拜会转折是 刚好从高点下来是第13周嘛 就是很多人有 可是我们有时候认为 你第13周 因为现在我们跌4点 这个礼拜跌4点 你应该摆21周啊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在摆 那个回波兰西的时候 就13周 如果你是摆21周刚好 就因为一个礼拜4周嘛 你刚好是在过年嘛 所以有时候也会讲说 这个13、21、34是我们投资人 最难拿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要跳出来 跑到最前面去看 另外我们刚才讲 年金量完以后 在技术分析还有一个东西 叫AKD 大家去看那个AKD 到今天AKD大概33 交叉向下 那我们每次空投市场的底部 它的AKD都要到20以下 才是我们的一个足够的一个底部 了解 所以来讲的话 你除了年金量最小量 完以后这个我们的AKD 也是我们判断这个底部 或是说你是终极回档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9400还没有满足的道理在这边 还没有 因为AKD还没有满足 这个所谓的回档的话 你的AKD就不会爬到上一次 他那时候到90 90几的时候是头部 我们那时候大概在11270 今年年初的时候 后来在1万多点 我们AKD就已经跑到90几 那时候你就开始回档 那是一个头部的一个挣扎 所以杜大哥估计就是明年的低点是在第一季 这其实跟现在目前一般的大型投雇 证券投雇所估计 差不多一样 只是点数有的人估 8500有的人估多少 就是点数位置不一定 但是呢大多数的 我看到的证券投雇呢 都是估明年第一季是低点 大家都比较保守 不敢估会过新高 有没有 大家都估 有一家看 我现在看到统一最乐观 李芳国看到1万500点是最乐观 他的看法跟我差不多一样 因为他用一个技术分析去弄 只是说我认为明年的高点完以后 要摆在109人的二月 因为刚才我们在讲一个 时间位置不同 我们在讲一个 我经常讲的10年周期循环 79年10394 12658 12682 民国89年10393 大家看一下 红9 99年没有 可是100年9300多点 那下一次10年后 我们就摆在109年 12351 12351 就总统循环 那时候了 所以大家把它背起来 7989 九到挑过 挑到100 因为那时候马英九总统的时候 再109人 这是我们大概在股市周期循环 这个叫做所谓的四年周期循环 那我们刚才有讲总统四年周期循环 所以在我们那个所谓技术分析里面 有一个叫周期循环 那有的是用比较长 太长了 那我们十年周期循环 四年的总统选起循环 这个都有 那如果真的到12351 那个2020年总统选完 跌下来那不得了 就是一般来讲以前我们经常讲的 就是大家看的比较悲观 不是所谓现在十年线 杜大哥讲说那个大崩盘是53% 所以这个12000点下来53%很够呛 没有啊以前台湾的两次341395都是跌6000点 对对大概是以前我们 所以你刚才讲7000点 对啊我们以前的大崩盘 那大家注意看一下 我们的亚洲金融红报 本来4474 它后来跌到542 你把它加起来 那我们上次的低点是7203 7203你把它加起来 加到现在 就我们的44跟7203差2800点 所以你把我们加2800点就是我们的 你就亚洲金融红报有两个低点嘛 一个 杜大哥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好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资深的证券分析师 也是技术派大师杜金融杜大哥 每个月一次来我们节目 都帮我们做行情的前观的推演 那当然杜大哥是从总经加个经 然后再加上他最沾长的技术分析 这个大循环的架构 来帮我们做推演 那刚刚杜大哥讲了两段 听见没有大家应该有catch到一些重要部分 也就是说 这个明年的行情伴随着总统大选 应该有机会在第一季落底之后慢慢推升 那推升到什么当口呢 推升到总统选举的选前跟选后的这40天是最关键 因为根据杜大哥的研究 他的计算 在过去的六次总统大选 这个选前选后的40天 台股平均都有30%左右的涨幅 所以听众朋友 您要好好把握这一次的机会 不管是在选前或选后 反正他都有30%的涨幅 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 这个2020年肯定不是个好年了 对股市来讲 美逢林做结尾的年代 台股都是大崩盘的 这个大崩盘曾经有过两次 就是这个林自伟的 所以但是呢 九字伟的基本上 我们讲都是西元 九字伟基本上台股都是还不错的 所以为什么杜大哥刚刚讲说 在伴随又有总统大选 所以伴随着这样子的一个结构面 所以2020年呢 赚完最后一波的时候呢 散人一妈死一定要快 因为那个跌下来呢 可能就是非常恐怖的一个下跌了 好 那这样子的一个推演 我们最后一段要来请教杜大哥 那明年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行情 其实大多数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一般大型机构所推演出来的 大家都跟杜大哥的一个方向是一样 就是明年第一季是低点了 只是说指数有人看的更低 杜大哥是看到九千一百点 那有人是看到八千五 有人看到八千二 甚至有人看到七字头 OK不管怎么样 第一季是大家的共识是第一点 换言之呢 明年应该是一个开低走高的行情 好那既然是这样子呢 杜大哥 那明年的主轴会是走什么类股呢 我们一直在讲 台湾股票市场有一支股票叫台积电 因为他占总市值17% 他是神 神嘛 所以如果他 你看到他最近也比较抗肥 有没有 高涨面盘整 今天大涨六块半 今天大涨 那欧美年大概都是用那个 DCF加那个Cashflow去算 大概 那明年再算一次 就说他大概 以整个 那个平盖跌成这样 他还高高在上嘛 所以大概以这个为主 那另外来讲平盖 从7年的8月份跌到现在了嘛 所以有很多平盖的股票 如果说 跟亚洲金融风暴一样 他跌到二月份嘛 那平盖这些股票都可以 所以大家最不看好的平盖 反而杜大哥觉得可以注意哦 我们这个叫跌生反弹 他不是基本面盘 我刚才有强购 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出国很不好 富的时候 台股大涨 为什么 因为他是用一个所谓资金行情 就是说我今天因为你跌的过深了嘛 跌的百分之0.618了嘛 我做你反弹坡 我不是做你所谓的主神段的一个基本面 那另外第三类就是我们的树化嘛 因为我们定义是你不是空投市场ABC 所以你的油价从几十几块 得到四十二块 那我们认为你应该会有再一个小回升嘛 除非是说大家认为整个国际股市 基本面都不好 吸取不好 晚又你油价四十二块 又会回到起账点二十几块嘛 可是大家看一下 美国会的明年还要调稿两次啊 有没有他不会说我们这一次完以后 就开始 调了九次完以后就开始降息嘛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刚才的推论就错了 就说因为你是以后要靠降息 来刺激你的经济 那就代表说你的经济都不好 大家的需求会不好 所以这个很关键哦 杜大哥有讲说他刚才这些推论 如果呢遇到费的这一次十二月升完 是最后一次升息 然后明年开始降息的话 这个刚才推论就要翻转哦 对对对 因为我们一直刚才讲的是说 我们这一波把它认为是终极回党 那终极回党以前 亚洲金融风暴是砍了一半 那我们现在是砍到九千四 就是终极回党 那你A波B波 我们认为他有回升的机会 如果说你是不是这样 你是A波玩以后有V波 明年是C波 那当然就是我们刚才推论的 就是大家回到 我们每次崩盘的C波 那C波的跌幅都是 比我们A波大很多 那如果真的是一个ABC三波的 一个大回党的话 那就是一个大崩盘行情的话 那一定是美国的经济也game over 美国股市也大崩了 所以联准会也不可能再升息 反过来会变成降息 不要那个川普骂 那个巴威尔就说我要降了 但是杜大哥现在目前还 不把这个情境现在放在第一位 这个现在放在第二位 现在还是强调说 我们这一波九千四百点 是一个中期回党 他并不是ABC三波的大回党 除了被动炎件完以后 塑化也是涨连 还有一些所谓的 所以少涨 所以我们刚才为什么要建议大家说 瓶盖股可以去买 你看那些电子股瓶盖股 漱无多凶啊有没有 尤其这一次大盘从九千四反弹到91多 那个1014多嘛 他没有过10189有没有 大家记得10189是我们多空的转折 明年如果说过了10189 就是另外一波的开始 就是技术分析里面 10189是一个非常重要 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有很多股票 他破底完又九千四低档完又 他还在破底 那些都是短线 賣非常高的一些很多电子股 尤其像我们最近 你看到那个挖矿的股票 我们知道比特币四千年跌幅 76%最多嘛 你看到最近技嘉维新 那个涨幅有没有 也是一样啊 都是跌很深完以后 我这个这些主机版的股票有没有 就大幅涨嘛 这是我们大概可以去挑的股票 好所以说明年要挑的类股啊 或者说概念 杜大哥刚刚已经讲了 就跌深是一个概念 跌深是一个 那平盖的话 大力光跌很深嘛 我今年从五千多块跌到破三千 他相对还好 他只砍了一半 只砍了一半 砍了一半 因为都是砍了0.618 有没有 你像国际砍的更多啦 有没有 从一千三砍到这个两百多 有没有 因为大力光是有人在撑啦 所以他砍了一半 最少的话是台积电跌的最少 那你像鸿海有没有 破底嘛 可是我就比较没有推荐他 就说他也比较大一个股票 好 那听众朋友 另外一个就是树化类 所以因为明年架构油价 会出现明显的反弹回升 所以说树化类也可以特别注意 那还有就是一些 刚刚杜达哥所讲的一些瓶盖 这些我们都可以去注意了 大家有没有注意一下 像这几天集团做股票 那个1409的薪钱有没有 他也谈很多 所以有的是集团做股票嘛 这个是我们大概推荐的类股 好谢谢杜金龙杜达哥 谢谢 每个都市场内 我们们在这一期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